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讲了对象的串形化 对吧 对 对象是在内存中存储的一个复合的数据类型 想把它持久化保存 或者在网上传输 咱们得把它串形化 对吧 那在PAT试卷拥有另外一个复合类型比较多 就是数捕对不对 那数捕也是在内存里存的 跟对象存储的差不多的一种结构对不对 那我们要想将数捕里边存的数据持久保存 或者是在网上传输 能怎么办呢 对 对吧 数捕也可以串形化 当然了 咱们说了 如果你就将数捕的保存 那咱们有很多种方式 对吧 比如说将数捕里的数据 比如说用逗号分割 做成一个字路券 能够做长 是不可以做长 对吧 然后或者是用几号分割 或者是往数据库用每个字段去保存 都可以对不对 将数捕里的数据 放到比如数捕里边有五个数据 用数据库 数据表做五个字段 分别存到五个里面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吧 都是可以的 但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跨设备 跨语言 什么叫跨设备跨语言呢 比如说 首先咱说一下跨语言 比如说在我机器里边 我现在用PP开发 对不对 那形成一个数组 对吧 然后妹子那边在开发加网 我想把数据给她 她用加网的读数组的方式 把这数据读出来 那如果我自定义的格式 像我和妹子 比较近的话和沟通的话 我跟她说了 我把数据转成了什么什么字不算格式 对吧 我告诉你这个转的规则 然后你按着这规则再转回家我的数据 是可以做到 对不对 但是我做一个比如说公众的一个程序 要所有人都用的 我不可能是给所有人都讲说 我定义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格式 你们用的时候怎么怎么转 对吧 这是跨语言上的 跨语言最多的 比如说P2P的数据给加好数块的 对吧 后台形成的数组 给加了数块的 加了数块的 把这个数组拿过来 往界面上摆数据 这也是跨语言 对吧 那咱再说一下跨设备 什么叫跨设备呢 比如说我现在想用手机访问 P2P的服务器 对吧 那P2P连接数据会把新闻读出来 新闻有新闻标题 新闻内容 新闻摘要 新闻图片 对不对 读出来 然后我手机有可能是安卓的操作系统 有可能是IOS操作系统 对不对 我这两套系统都想读统一的一个格式的数据 然后用手机的那个界面显示那个新闻 比如手机里边都有很多网站 那个什么腾讯新闻 搜索新闻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格式 或者是一些吸引点设备 比如说去饭店能点菜 他那个点菜机 或者能上食堂吃饭那个刷卡 对不对 都涉及到设备之间接受数据 那比如说服务器都用P2P去写 或者用加法去写 对不对 那两种语言 不同设备之间传那个数据格式 最好需要统一 知道吗 只有统一了 我们才可以怎么办 才可以不用给对方减规则 都知道这样的数据格式 知道吗 那这样的格式 咱们不能用什么呢 用阶层格式 什么叫阶层格式呢 那我还是借助于这个文件 我把上面代码在这边写 看一下 就是数据的串形化 咱们属于在面向最前这插了一小别 对不对 那什么格式呢 JSON格式 JSON这是什么所写的 就是JavaScribe 什么SCRPD JavaScribe是GS 对不对 O是Object N那是格式 JavaScribe对象格式 那JavaScribe对象格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样的 我给你声明 直接声明一下对格式 咱们得准一下这样格式 咱们来看一下 好吧 比如说我现在想写一个是JavaScribe程序 我把这些程序我先都注视掉 算了 我再开一个文件写 好吧 再开一个文件写 就不用这个 比如说我做一个demo.prp的一个 demo.prp或者什么rtm都写好 就是demo.prp的程序 然后我在这里边 写上 其实我这里有写上写 JavaScribe程序 对不对 你看JavaScribe对象怎么声明呢 VROB接一个对象 等于直接大括号 3号 然后这里边前面字幕算是属性名 名字 然后什么 前边是属性名 不一定叫字幕算 然后后边直 比如说是张三 看到了吗 用大括号扩起来 然后属性名直 对吧 多个知情动号格开 比如说年龄冒号十岁 性别冒号 难 看到了吗 当然也可以有此数组的形式 比如说假如他的住址 ADDSS冒号 你再加个大括号 里边就是属性可以写多个 对吧 比如说地址email的地址 是什么什么 AAA什么什么 看到了吧 当然这个咱就不写复杂了 咱就简单写一下 了解这样的格式看到了吗 是不是用大括号扩起来的一个 然后有属性直 属性直 多个属性直之间 属性和直之间 又冒号格开 多个属性直间 又冒号格开 能表着这格式了吧 那你看一下 这个大括号扩起 保能保存多个变量 是保存多个变量吗 那数组是不是相当于多个变量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结构 好 我们看一下 访问的时候加速对象 OB接点 你看这是不是对象 在GIS里边 这是GIS法 不是PB法 内幕 我弹出来一下 看一下 你看就能访问到里边的一个成员 就是这种格式 来 loghost demo.prd 这是不是张三 就打印出来了 对吧 那我想访问他的性别 对象点 性别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这字符节目需要修改一下 这么难 就出来了 所以这种格式 被称为接生格式 那任何语言都能够读懂这个格式 包括P2P 包括加网 包括西加加 就这么 那比如说 当时点菜机点完之后 形成一个数据 形成这个格式给P2P 对吧 P2P就能转成P2P的速度 如果点菜点菜那个是终端设备 传给加网 就能转成加网的数据格式 对吧 加网也能拿到这种数据 好 大家了准 接生格式就这种 那我们就能把P2P的数据 转成这种格式 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这块声明一个 看一下 声明一个P2P的一个数据 AR等于AR 假设这里边声明个 名字是 张三 这是不是P2P的数据 对吧 年龄是10岁 性别是 男 是不是存了这么多数据 对吧 现在我把它 这个数据是在 运行是在逆存种的 对不对 那像咱们对象串业化一样 我把它持久保存 对吧 是保存文件的 那是不是得把它变成字幕串了 对吧 那怎么变成字幕串 看一下 咱们就得借助 系统里边的什么 对吧 对 两个函数 咱们是串情话反句话 是不是用两个函数 那这个咱们也是两个函数 比如说 搜索一下 你只要搜索一下 JS 欧文杰森 你看就有这个函数 这块有个杰森 看到了吧 一共就这么几个 这两个最常用的 这个对变量进行杰森编码 看到这个了吗 参数很简单 就是一个任何类型的 都可以把它编码 反为字幕串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这个串情话的过程 也咱们也叫串情话吧 对不对 就是使用这个字幕串 里边只要传一个数字 就会把数字变成什么 变成字幕串 没有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字幕串 怎么办 我就不止就保存了 你看 我能不能输出这个字幕串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格式 了解一下 我可以把个绑数文件吧 我也可以把字幕串 是不是在网上传说 都是可以 对不对 我们先输出一下 小心一下 你看 是名字张三 这个姓别 这是一个什么 中文的编码 对不对 你看 整体的这一个 是不是咱们加速化 这种具象格式 属性值 逗号属性值 对吧 那PAP是不是转成这种格式了 那这种格式的字幕串 咱们能不能再反串演化回来呢 反串型化回来 做什么 用这个方法 看一下 这个 看到咱们吧 接受一个接生格的做出策 并把它转成PAP的变量 它有两个参数 对不对 先看下转成的默认格是什么 看好 用这个函数 接生第一 C 靠 接 S O N 下面 DE CO D 传一个接生的字幕串 就能把它转成PAP的数度 PAR 你看我叫PAR 对不对 然后 现在不一定是数度 我们用VDUMB打印一下 看一下它打印 转的是什么 PAR 好吧 来我们打印一下 关心一下 你看转成的是个对象 对吧 名字 性别 年龄 是不是默认转成对象了 默认把它转成PARP对象了 那我们现在不用这么访问 它已经是PARP对象了 我想访问里边名 怎么访问 PAR 里边的什么 NAME 对吧 我前面加输出 你看 能不能把张三数出来 是不可以啊 对吧 如果我想把它转成 既然是数族转成的JASON 对吧 那我就把这个反过来 是不是最好还是转成什么 转成数族比较好 所以我们 如果 想把它转成数族 不转 不默认转成对象 我只要加第二个参数 布尔形参数 加比尔布尔形处 看到了吧 加第二项就告到转成数族 所以是 第二个参数 处 怎么着 反串形化为数族 在PARP里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再给你大部分打印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数族了 对吧 那我现在访问数族里的元素 怎么访问呢 是不是就跟数族访问一样 对吧 ECHO PARP 综合号里边的 什么 NAME 来 我们也认为一样 是不是这样再一样 其他数族访问也是一样的 对吧 这就是JASON 数族和串形化的一个过程 也是用两个函数 就可以搞定的 对吧 只是咱们在对象串形化的时候 稍稍扩展一下数族 咱们怎么做 对吧 所以大家呢 对象串形化也可以用它 听着吗 但是呢 咱们对象里边有专门串形化的 还有那些模式化而进行处理 是不是对象的串形化的 咱们功能更全呢 所以对象用咱们上两点课学的 那个串形化的过程 而数族 咱们用这个的串形化过程 听着吗 所以呢 这两个复位类型 有自己的串形化的过程 对吧 总之目的都是一个 把这个复合结构变成走串 当然这个阶层还有个好处 你变成阶层格式了 可以跨设备 可以跨语言 对了吗 而咱们那个上连几颗学的那个对象串形化的那个 只有P2P中用 对吧 在P2P的一个胶本里边串形化完之后 在各个胶本里边都可以使用的一个方案 好 那咱们这几课就介绍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